看看新闻网 三月底文章出轨事件在网上开始发酵 那期间马依丽一直表现得非常的大度 且心且珍惜这样的金句 包括陪文章看医生 还给文章送上了生日之吻 这一切都表示文马二人之间的那道坎似乎已经过去了 这时抱怀疑态度 那两人一起出国度假的照片一出 想必大家都相信马依丽真的已经原谅了文章 照片中文章始终都是一副体贴好老公的模样 看来马依丽从周一件事件之后的三个月种种行为 已经帮她完全收回了文章的心 而且从3月28号 周一件事件开始在网上发酵 到7月1号文马二人同附下为一度假 只有短短的96天 不过正是这短短的96天 马依丽却一步一步 且行且珍惜地维护着他们的婚姻 处处都透着她的良苦用心 3月28号 某媒体发出文章出轨预告 马依丽没有任何行动 选择了忍者神功 短短三天到31号 马依丽发布了著名的周一件微博 依据且行且珍惜 为她首先就赢得了观众们的支持 大度的吧 我觉得就是 还是蛮值得敬佩的吧 这个还是很聪明 隔了一天 马依丽选择了班旧兵 马依丽的父亲出面回应周一件 作为女方父亲 马爸爸没有在声明中 对文章的行为做出任何批评 而是直接转移话题 希望媒体可以放过文章 将周一件的影响捡到最低 马爸爸的优秀文笔 再加上作为父亲的爱 迅速将一批一边倒的粉丝 慢慢地改变了态度 得饶人处且饶人 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 好好补偿 马依丽和孩子吧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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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到了4月12号 在周一件事件 发酵了半个月之后 马依丽选择了文马合体 和文章首次共同露面 两人被目击一同亮 向北京某流兵场 陪女儿玩耍 但不是夫妻二人独自出行 而是为了女儿 你文章为了别的女人 把我一个人放在医院坐月子 但为了女儿 我可以在周一件之后 还和你文章没事时地陪孩子 我表现得够大度吧 我想那些白头偕老 走到底的夫妻 绝对不是说 从来都没有过问题出现 也绝对不是说 男方从来没有过出轨的行为 哪怕是精神上有出轨的行为 所以我觉得 想明白了 你就会觉得 这些事情没有那么可怕 再过不到半月 4月25号 马依丽再次出招 回婆家 她选择了和文章 共同返回文章老家西安 为了看望文章生病的奶奶 好儿媳形象坚不可摧 一起陪孩子玩 陪着你回家看老人 马依丽的一系列行动 都在表示着 她似乎慢慢地原谅了文章 大众对他们的家事 似乎也慢慢地忘却了 也许她是想通过这种方式 让外界 让我们的媒体人也好 让我们的观众也好 把这个事情尽快地忘掉 化解掉这个事情 也不希望因为这个事情 影响她的家庭 不过小女儿满月 这样的重要时刻 马依丽却选择了 独自操办不进文章 马依丽似乎在向大家表示 我还没想好是不是真的要原谅文章呢 这事儿先缓缓 一缓就是一个月 期间马依丽一个人带着孩子 似乎过得很好 频频更新微博 但两人再次在同个场合现身 马依丽还帮文章买起饭来 还陪着文章去医院看病 两人的互动似乎越来越多 难道两个人真的要选择重归于好了 在正式确认之前 马依丽再试一试观众的看法 6月15号 马依丽首次公开出现在观众面前 从走红毯到那场参观 她并没有为躲避媒体 而故意缩短流程 全程面带微笑 看上去精神不错 难道和文章和好这事儿 越来越快了 果然不到十天 马依丽亲吻文章的照片 就席卷了各大头条 看来文马二人和好这事儿 基本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 再到两人被拍到 夏威夷共同度假的照片 也只不过是五天内的事 96天 关于马依丽的新闻有16条 马依丽保持着 一周见一次的频率 出现在大家面前 从一开始的沉默到微博 再让父亲发声 试着和文章共同 出行试水 到最后的亲吻照度假照 马依丽在不到100天内 料面不多 但每次都很是关键 对于马依丽这样的行为 观众们也是态度不一的 但最多的还是祝福的 表示马依丽这样是大将之风 我觉得马依丽度量很大呀 中国人有一个传统 就是说 您猜十周庙 不猜一场婚 有悔感就会原谅 因为家庭太不容易 他们们还有孩子 放到我身上 我肯定是做不到的 马思令的这种境界 并非所有人都能模仿 不过既然文码合体 那我们也真诚的希望 周一再也不见 请不吝点赞 编辑报道